红冬县属于哪个市 红冬县隶属于三兴省临峰市 地处于三兴省的南部 临峰盆地北端 东阁霍山与古县交界 西靠旅梁与普县相连 北与霍州分西县为林 南与小都接壤 红冬县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被人们称为华人老家 辖区有252处人文明胜 以及自然景观 年平均温度在12.3摄氏度 年平均降水量在493.3毫米 红冬县下辖9个正 7个乡463个行政村